各位大家今天心情好嗎 今天要來看一台 跟你們介紹一台保值車 保值的休旅車 然後它是HONDA CR-V第三代 它是第三代不是3.5代 3.5代它的保感會有點不一樣 OK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它的側面 正面 OK 然後它的鞋後面 看它正後面 正後面 OK來 跑到它側面 OK好在側面之前呢 我很喜歡它的尾燈 它尾燈的排列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 尾燈排列 晚上辨識度很高 晚上辨識度很高 然後其實原廠有預留一個 可以自己安裝的一個燈泡的地方 燈泡的空間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它有預留一個燈泡孔 那你可以自己再拉線再裝燈泡 等於說你晚上的時候 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就是一個 兩個 三個 都會亮 然後下面這個紅色就是霧燈 方向燈 倒車燈 然後我很喜歡它這個造型 很有肌肉感 然後 它側邊線條的關係 所以 它的 後輪拱會有點突出來 但前面 前面 前面輪拱爆龜 突出來會 比後輪更明顯 OK 好 那我們來看側面 側面的話沒有 天氣真的有點冷耶 側面的話沒有 它側面的車廠我覺得還蠻OK的 還蠻OK的 還蠻OK的 如果你是有金錢的預算 然後又有維修成本的考量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可能沒有車庫 然後 車子都要停外面 然後 又要 大空間 又要大空間的話 這台車也可以 變成你首選之一 首選之一 第一個它保值度高 你再開個三年五年賣掉 你還是覺得它很保值 而且它維修保養便宜 然後 零件 又好交貨 不會 不會你維修的時候 還要等零件來 我覺得這個都還不錯 然後 只要是車廠 大部分都會修 本田跟豐田的車子 大部分都會修 如果不會修的話 那真的是 那家車廠你就是要考慮 要不要繼續給它去維修車子 因為這本田跟豐田是最基本的車輛 所以一般維修廠幾乎都會修 除非它是專攻歐系車 那我就不敢講 OK好 然後再來就是 我剛剛 它的 它的防刮材質沒有 厚度剛剛好 就是它防刮材質面積剛剛好 不會太小 太小會覺得很小氣 小氣到 如果太小會很小氣 人家會覺得說 那倒不如不要防刮材質 太大片的話 人家覺得又有廉價感 我這台車子 好歹 好歹也是七八十萬 那你這樣子用那麼大片 感覺廉價感 然後它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是 剛剛好 而且呢 它的防刮材質 不是這樣平整的 它有這樣凹一塊 凸一塊 凹一塊 對 然後 我剛剛說了 我就是喜歡它這個 輪拱 是這樣凸出來的 它比後輪還要 還要捧乎 就是還要爆龜 我就覺得這樣子 很有肌肉感 很有肌肉感 對 然後 當時呢 本田做一個很大膽的設計 就是 雙城市水箱護照 在當時那個年代呢 歐系車還沒有人這樣做 日系車更不用講 也沒有人這樣做 它是第一個用雙 用上下施的那個水箱護照 它設計出來的時候 蠻多人買單的 蠻多人覺得它很好看 對 叫好又叫做啦 對 叫好就是大家很好看 叫做就是很賣錢 所以CRB三代 在路上也是還是蠻多人開的 還是蠻多人開 然後 如果有喜歡的話 這種車子也可以考慮 這種車子也可以考慮 也不錯的 掰掰